战装时意念的问题 战装时的意念是我们大家共同所追求的一个东西 何为意念 我们首先要知道 意念引领着气息 气息主导着你的肢体 那么我们在战装时 它对意念的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在做战装时 老师最多讲的话叫做松沉 所以我们的思想意念就要配合着这个松沉来做一些改变 首先怎么样放松我们的意念 才能让你的身体产生松沉呢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开杂念 不要将咱们平常所牵扯到的一些烦心事 带到咱们练拳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 你身体上的第一个思想放松就做到了 当我们思想放松以后 你的身体自然会跟随着你的思想意念而放松 那么第二个思维放空 就是不要幻想任何东西 整个人就是荣誉大自然的一种情况 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情况 才能更好地促进你去思想放松意念放空 这就是我们在练战装时找到的一个环境 周围尽量安静 比如方说在这一个公园找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 或者是在家里找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 让周围都很安静 将你的这种五官自然放松地打开 不要去探索周边的事情 要放松去感知你自己的身体 此时你的意念放松 思想放空 那么你身体上所传达到你大脑的一种感知和感受 就会无限地放大 这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你的身体融于了环境 咱们身体才会自然放松地下沉 当我们沉下来之后 你再去感受你的身体 你会发现我的身体在 咱们呼吸 这种站桩时产生的一种变化 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 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们可以在站桩时意念放松的前提下 可以去走一个幻境 比方说我们在屋里站桩 它没有那么好的周边环境 那么如何去做 那就叫思想的一种发散 让我们的思想幻想出一个幻境 比如说我幻想我在海边 周围的波浪慢慢地向自己袭来 海风轻轻吹在自己的脸上 你的身体如果足够放松 思想意念足够放松的前提下 你是可以产生一种 真的有海风打在你脸上的一种幻觉 所以保持在这样的状态下站桩 你的身心会非常的自然 身心非常的放松 然后保持住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在站桩时 你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意念和思想的这种转移 以及对它的感知 我们可以屏蔽掉你大腿 因为站桩所传来的一种酸胀 麻痛感 因为我们在站桩时 肯定是要锻炼到大腿肌肉 它一疼它一累 那我们的思想意念 不自觉地就往大腿上去走 所以说就会导致咱们的气血阻塞 这时候我们将思想意念 继续行走周身 去规避了它的酸胀感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 哎呀 站桩是一种多么通透 多么舒服的事情 所以说意念 就是我们放松下来 去感受自身的一种思想情况 上次太极陪你一起练太极 记得点击关注哦